内湖区环山路一段 在今天中午发生了一起凶杀命案 根据了解这名凶贤 当时就埋伏在住家旁边 看见弹性被害人出没 立刻持预藏好的水果刀 朝他的身上连砍三刀后 随即呢就疑似做事想要逃逸 目击民众见状立刻是上前帮忙 而根据警方到场了解 这一名被害人是已经当场倒卧血迫 送医后事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了解 原来这一名被害人和这个死者 是外甥和阿姨之间的关系 凶贤疑似长期染上毒瘾 才会痛下杀手 带您听一段邻居的最新说明 听说妈妈很多年前 把她逐出家门 没有啊 也住在一起啊 住在一起啦 因为我们问管理人 她说还把她赶出家门 然后她一直在这边游荡 所以她在这边碰巧遇到阿姨 然后想跟她要钱 她不给她再捅她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她很客气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她已经 我看她已经一年多了 当时我以为是那个流浪人 不是 她穿衣服也穿得都很好 穿得都是名牌的 家里很有钱 就是她吸毒 她妈妈不给钱 哥哥也不给她钱 都是阿姨这个给她资源 这一次可能阿姨不给她钱 她就记恨在心里 案发当下的监视器 也跟着曝光了 当时被害人啊 是一阵惊声尖叫以后 附近的邻居听闻声响 是立刻的跑上前要阻止 只是没想到这个凶嫌 是非常的凶狠 她是拿着这个水果刀 不断的朝阿姨身上来追砍 警方事后当场呢 也是一线刑犯 将人逮捕 全案呢 也将移送这个地检署来侦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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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